至少同時要有幾個 八個還是幾個 八個老婆 我想要像她那可是做不到 太多了 所以你這個熱戀有一個女友是 那個女友也傷害過你是不是 對 所以她跟阿四是同樣陣容 她是初戀被傷害的 其實沒有耶 她是潘淨淵 不是… 應該說是算我先傷害她之後 對 然後自己可能愛上她愛到 然後換成我報應 她怎麼傷害你 就是簡單就是說 她在我生日那天送我最好的禮物 就是分手兩個字 三個字 怎麼算的 她搞不清楚 但她同時有六個曖昧的對象 對 你怎麼發現的 加她七個 加女朋友七個 你自己有六個曖昧 一個女朋友 有女朋友就同時來跟別人曖昧的意思 對… 驕傲 那你活該啊 那你幹嘛也深情受傷 對啊 後來你受她的傷是她同時有幾個 她沒有 她送你分手三個字而已 還好 兩個啦 兩個字… 分手 因為剛好在外地 然後就她傳訊息跟我說 然後剛好是生日當天 然後 因為我們講好說她一起過的 然後我說妳沒有回來 我就不要過了 然後她說好 然後最後就在那一天就分手 所以她下次會來上節目說 我以前有個男朋友 就是你知道 她跟六個人曖昧 然後我狠狠地踩她一腳 就是在你知道 生日那一天 不會那麼巧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算肚掉了啦 對啊 是… 可是我覺得曖昧多個不是重點 因為像瑋小寶 她可以同時愛八個女人 我覺得她很厲害 她八個都不會吵架 小說嗎 對 當然可能真實人生也有啦 對啊 好 祝福你啦 只能這樣子講了對不對 好 常檢查身體 是 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到這個交往相處方面 專情派的人認為說 你就是我的責任 但是素食派的人認為說 當下開心最重要 好 請問一下素食派的 對你來說 這個四位 就是說你們在一起多久 會有膩的感覺 應該是永遠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還是交往中 永遠不會膩 我們來看看素食派的同學們 好 阿碩 一個月就膩 對啊 我覺得我滿會觀察人的 是 對啊 就是很快就發現 對方有哪邊不好 我就覺得分手好了 很真實 對啊 真的喔 還是你是先看到說 其實對方對你有一點 失去興趣 你就趕快先 先說拜拜 對… 那金揚你說看人的話 就是因為有些人可能會 是看三尾吧 不是 有些人可能他本身這個人比較無聊 所以可能就會一兩個月 還怪人家無聊 無聊 無聊難死 那我講完 對 可能就會一兩個月就膩 有些人比較有趣一點 可能就可以比較久一兩年這樣 對啊 那沒有人說你無聊 說我對你膩了 金揚 不會… 我覺得我滿不無聊的 自我感覺不好 自我感覺良好 過這個鏡頭就還滿無聊 但是奇奇有兩個月 我覺得一個月是熱戀 第二個月就慢慢降下來的時候 容易發現她的缺點 發現她的缺點之後 你就會想說 那你要是沒有那麼愛她 就沒有辦法包容她的話 那還不如就不要在一起了 就會想要分手 什麼是你就是立刻看到 就會覺得分手的決定 她有一些就是自身帶的毛病 她改不掉的 例如說就算跟女生在一起 她還是會不時的有一些什麼表 乾妹妹 乾姐姐 然後對那種就讓人很接受不了 就一個女朋友但無數個曖昧對象 就真的讓人接受不了 不過這個我來問一下 我們這個四位 就是說你可以教教我們的同學 所以就是說怎麼樣才可以 像你們交往這麼久還是一樣 維持一種新鮮感 熱戀 有人說沒有 永遠對不對 但是嘉儀寫了兩年了 對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 你已經腻了兩次了 對啊 腻了兩次了 腻死了是不是 嘉儀 也不是 就是可能兩年之後 就是已經習慣了 所以就會可能相處模式 就有點像家人 對啊 就會比較膩 可是還是可以維持的 Henry他講說比較膩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 就吵架就很膩 就是 我會因為一些很小的事情吵架 然後我吵很久 或者是吵很大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跟他在一起差不多了 就會覺得不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你看旁邊那一隊 從國中到現在都沒有過 可是只婦為婚是不是 對啊 對啊 還是答案都是一個人寫的 像大君 所以我就說就是因為 像剛剛那個就是 觀察就是那個曖昧的感覺就是 你要就是完全了解他 就是包括優點缺點 然後你能完全的包容他 能接受他 那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後 就是盡心盡力這樣子 然後就是盡可能的去 當然有時候會吵架 但是吵架的時候 也會有自己的方式去解決 等一會兒